所以这些年来 我们在世界各地去访问 做交流 鼓励宗教要团结 宗教要互相学习 宗教要回归教育 去年六月 我访问梵蒂冈 跟教皇 跟书籍主教们 互相交流的时候 听他们的报告 陶然书籍主教告诉我 根据他们的调查 最近这些年来 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 这个比例都在下降 一年比一年少 他们感到很忧虑 怕的是 三十年之后 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 寥寥无几了 我跟他们交流就提出来 我说我们回过头来 去想一想 当初创教的这些教主 摩西 耶稣 穆罕默德 释迦摩尼 这些人 他们在创教的时候 那些信仰的人 信徒 跟着他们 人数一天比一天多 世代沉船 绵延到今天 犹太教 四千年的历史 佛教 外国人的想法 一年前五百年 耶稣 两千年 伊斯兰教 出现在中国唐朝时代 也有一千四五百年 伊斯兰教传到中国 穆罕默德 还在试 为什么 世世代代都不衰 今天衰了 原因是什么 我让大家反省 这些教主 当年创教 全是教育 圣迦牟尼佛教学 四十九年 穆罕默德教学 二十七年 摩西 我相信 也有二十多年 耶稣教学三年 不愿害死 那么由此可知 教育重要 留下来的经典 都是当年的教科书 教材资料 我们今天不教训 专门用祈祷的方法 稍稍有一点 科学头脑的 他就不相信 我们摔在四地 所以 如果我们能回归到 早年的教育 这问题解决了 一般人 对宗教质疑 宗教在这个世界 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天天搞祈祷 搞发会 明信 这是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不能说他错误 如果我们回归到教育 我们对社会 就有正面的贡献 新年代的教育 全世界 不是某一个局部 全世界 你们大家想想 从幼儿园 到大学研究所 他们教的是什么 教的都是属于科学技术 人文没有了 没有能力教育 没有道德教育 没有因果教育 我说 宗教的经典 每一个宗教经典 都有这三样东西 而且都非常丰富 我们能把这三样东西 作为普世宗教教学 来教化大众 就把现在学校 所缺的这个部分 补上去了 这个有意义 这个功德很大了 我和大家团结起来 教别人 先教自己 自己教好了 才能够教化中生 我这几年就在读书 收集了一些资料 编了一个小册子 世界宗教是一个家 这里面收集十个宗教 经典里 就是关于这一部分的教材 大家看得很欢喜 一定要恢复 一定要恢复教育 宗教应该有学校 有宗教大学 如果说是 从事培养 宗教传承的 这些人才 我们可以从小学办习 办小学 办中学 办大学 办研究所 一样授予学位 宗法立正 世出世间法 都要懂 不懂得经论 你教学不去理 不懂得世间法 你教学不去理 所以 宗教大学 世出世间 空母 统统要有 我们偏重在人文 偏重在道德 世界之所以混乱 地球之所以灾病 实在讲 就是没有能力道德 才造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特别重视 能力道德教育 小学中学 偏重在杂根教育 高中大学 高中大学 我们可以偏重在 哲学与科学的教育 可以跟现代的时候 哲学与科学联系起来 那么宗教在对社会上 就会被大家尊重 会被大家肯定 他对社会 对于人生 确实有正面的攻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